一款好用的猫砂应该具备哪几个特点呢 首先呢在外表的情况下呢就是灰尺的大小 如果一款猫砂灰尘过大 你们家小猫咪在刨的过程当中呢会吸入到鼻腔以内 并且我们铲水关在铲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吸入到鼻腔 关于尿尿呢就两个特点 一个呢就是结团效果 一个呢就是沾不沾底的问题 关于沾不沾底啊 这需要你把猫砂放够量 正常来讲的话猫砂 你铺盖的量呢要达到五六公分 这个样子的话它基本不会沾底 再一个这个量的话呢猫咪的使用脚感会比较好 还有一种情况如果猫砂实在是过少的话呢 不仅会沾底猫孩子呢 也会不愿意到猫砂灰尼上厕所 第二个呢就是结团效果哈 我现在用的是45度的温水 我们直接模拟尿液的温度啊 这不能吃啊你傻子吧你啊 虽然它奶香奶香的但是你也不能吃 直接来测试 这一个小猫咪正常的尿量了哈 我们等待三秒钟 三二一 大家看 还有呢就是粪便的问题 有很多人呢 呃想要除臭的猫砂 除臭的猫砂前提是什么呢 是你们家猫孩子呢要会买爸爸 猫砂真正能做到呢 并不是除臭而是掩盖臭味 呃掩盖臭味呢主要是依靠它的包裹性 包裹性如果强的话 猫咪拉了爸爸以后 它全部都埋上了包裹性强 臭味呢才不会散发出去 以此能够起到大家所谓的除臭的效果 细看我们家猫砂的细节啊 这个绿色呢是添加了仙人掌提取物 仙人掌对于猫咪来讲呢有很多的益处 呃这个猫砂呢是棚润土 豆腐砂和除臭因子 以及仙人掌提取物混合的 而我们家采用的豆腐砂呢 全部都是1.5级细的 越细的豆腐砂 它的包裹力越强 另外它用量也会越少 毕竟猫砂作为一个潭水关家庭的特大消耗品 省钱也是很重要的 现在呢 所有的物流都已经恢复了 今天拍明天就发 各位养猫的朋友们哈 一定要试一下我们家的猫砂